水蒸汽将欧卤卤包子香蔓延 远远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满满的竹笋肉内馅去之在地 香脆浓的内馅 搭配有嚼劲的竹炭面团 让人欲罢不能 竹笋啊 还有红萝卜啊 还有肉丝啊 我们自己用的啦 就是要螺嘛 要一直螺啦 要用螺的啦 我们就是用螺的啦 要做出好吃的竹炭包很费功 郑德爷爷凌晨两点就起床揉面团 算准发酵时间 还要炒馅料 夫妻俩忙得欢喜 要跟里内的志工们 将最好的在地滋味传递出去 会想出欧卜卜这个点子 源自于马西的焦炭窑 它煤炭是从上方进来的 然后把煤 因为我们这边的煤 比较不容易燃烧 必须把它弄成焦炭 去年在童花季 推出限定版的欧卜卜披萨 大声或好评 今年 里长带的社区民众 继续拿出在地特色 欧卜卜包子就产出了 我感觉很好 因为这是手工Q 最重要是它的绿竹笋 很新鲜 而且它是现彩的 所以这次的竹炭包 我们配合这个活动 相信应该会非常抢手 马西现在最近已经开始有 陆穴的小旅行的活动 配合四季的游城 那像这个季节 是童花可以赏童花 然后吃这个竹笋包 然后或者是贵竹笋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包成贵竹笋 然后其实我们会搭配四季 像树莓结 绿竹笋 贵竹笋 然后甚至山药记的时候 来推出不同的肉包 来加入新鲜的这个食材 在地有一个很特色的东西 就是矿工便当 搭配市府活动 马西社区动起来 限定版的包子不定期推出 期待让来游玩的旅客 都能感受到 金融人的热情 与马铃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